大家问了好多问题 是吧 相当多的问题 然后后来发现呢 我本来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呢 是可以解决里边一部分问题的 但是呢 的确没有那么细节 然后我看了 我看了这个问题呢 我又特别想答你知道 比如说 口语90可以错几道A 然后呢 总是卡顿新题就读不好啊 这不是所有人的问题吗 所以我就特别想 针对这个问题 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解答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从下午 上完课以后呢 我就一直在准备 越准备越发现 我应该去回答这些问题 大家觉得呢 同意的扣一 而不是说 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你要是真有能 那你把大家问题 一个个都答完 就算你厉害 对吧 也算这个公爱课有价值 是吧 我想这个道理是对的 对吧 所以呢 今天和明天这个公开课呢 我有准备内容 我有准备 我准备很多内容 但是呢 如果说有一丝丝乱的话呢 不要怪我 因为如果说是正常情况下 我会有我自己的这个节奏 对吧 先讲什么 后讲什么 有一些铺垫什么的 那现在呢 就是我想针对每个问题 以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解答过去 然后呢 中间呢 当然就没有什么逻辑了 说一会跳到这个 一会跳到那个 你要是能串起来 当然最好 如果串不起来的话呢 也没关系 因为整个PT的口语的这个 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眼前准备了三个PPT OK 就是有我们金奖班的 有这个特训班的 有这个救生圈的 有阿姨带读课的 我随时会调用我这个课堂上面的 所有的这个讲义 OK 大家也可以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对吧 我就不给大家share了 是真的 是真的 我旁边准备了 我们的口语讲义 对吧 口语讲义 看到没有 7600页 是吧 等会儿呢 我会随机的调用这些讲义 然后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那我们是要讲一下 这个写作的一个备考 小红书呢 我也是刚刚开始用 然后呢 我也发现了 很多同学的一些 一些痛处 我今天就跟大家想聊一聊这个事情 这个故事从哪里开始聊起呢 从这个幸存 幸存者偏差 开始了解 好 知道这个东西的扣一好吗 不知道扣二 今天说口语的 今天有 今天是一半一半啊 口语背靠和写作背靠啊 知道的扣一 不知道扣二啊 对 这有人不知道啊 没有 没关系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之前也不知道啊 那么在二战的时候呢 他们把这个飞机呢 就是去打仗的飞机呢 回来以后呢 去做了一个调查 你看 这些就是飞机上的弹孔 嗯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是不是啊 把所有的飞机都研究完以后呢 就觉得这个地方 我的钢板要加厚 哎 这个地方我的钢板要加厚 这个地方要加厚 哎 是不是这个道理 啊 所以呢 这个呢 很多人提出来 不对 为什么 因为打在这个地方飞机还能够飞回来就算他是万幸了 所以能飞回来的飞机都是幸存者 那么这个幸存者呢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相反你不应该加厚这个地方 你应该加厚这个地方 就是啊 致命的地方 说明打到这个地方的这个飞机啊 他都回不来了啊 也就是说这个叫做幸存者偏差 大家理解了吧 大家理解了吗 那为什么要为什么要开始讲这个呢 因为PT呢 是一个唯一一个啊 全网都在讨论技巧的这么一个考试 哎 你你到那个网上去查 全网都在讨论 要这样 要那样 然后所有的关键词是模板 基金 高频 刷题 预测 你知道吧 哎 网络世界就是这样的同志们 你爱看什么 他自然就会出现什么 什么让你安心 你自然就会看到什么 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 有同感的够 扣个一 对 啊 没办法的 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 再讲一个小故事啊 调查研究显示啊 有小时候出国经历的同学 那研究完以后呢 发现他们成年以后成功的概率 要达到百分之六十 要增加百分之六十 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吗 你觉得有道理吗 OK 我告诉你 很多同学 其实没有搞清楚英国 对吧 这不是说小孩子 小时候出国 啊 这个问题啊 OK 是因为小孩子出国的小孩子家里都是有钱的 是吧 然后他们将来 他当然能得到更好的扶持 更好的教育 当然成功纪力要高一些了 所以很多同学其实 在学PT的时候 掉入了一个什么的 盲人摸像 所以呢 大家特别特别想知道 因为大家问的问题当中 我也可以看到啊 啊 每个人都摸着这一块 说 describe image 不用说数字啊 我不说数字 我也高分了 read aloud 不能换something 换something 我低分了 那个人跑出来 吓死我read aloud 可以换something 我高分了 口语要说快 我高分了 口语要说慢 我高分了 所以这个时候 争来争去 到底应该是 谁是对的 所以很多人 其实都看到了 这个东西一部分 所以今天在开场的十分钟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呃 这个呃 评分机制 你知道这件事以后 你以后再看所有的技巧 你的想法会稍稍有一些变化 你就能分辨出来说 嗯 这个有道理 这个没道理 OK 然后你也可以分辨出说 我自己 以我的能力 我应该要去干什么 而不会带着 啊 就是被别人带着走 所以现在就是各帮门派 你找一个地方 拜师学业 你得想看一看 嗯 这个师傅怎么样呢 是吧 所以我也给大家一个辨识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如果说我现在要备考写作啊 虽然说很多人说写作不重要 对吧 还是不重要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写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技巧 二基金 也就是说命不命中 三模板 你告诉我 一二三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模板 基金 技巧 哎老师 这个模板不就是技巧吗 不对 不一定 就是你写的时候的侧重点 对吧 模板最重要 模板决定写作啊 开玩笑 对吧 模板很重要 那那个那个展示都重要 对吧 同等重要 缺一步行 缺一步行 那我等会告诉你 那个更重要一些 OK 那么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讲啊 整个的这个PTE的口语的 这个成绩的分布啊 大家都知道PTE 我们先从口语开始讲起来 那么PTE口语呢 它分成了五个题型 大家都知道吧 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我我默认 大家都是深度备考的啊 也就是说 稍微已经了解一下PTE了 也不是说完全不知道啊 你既然已经决定听这个了 有可能大概是知道的 那么五个题型里面呢 每一个分数呢 都不一样啊 这个我上课也讲过啊 我说repeat sentence呢 内容分是三分啊 发音分是五分啊 然后呢 这个 流利度是五分啊 一道题 然后呢 全部加起来呢 一共是13分一道题 如果说考12个呢 哎 就是156分了 那么全部加起来呢 它就会出现300多分的 这么一个分值啊 这个这个大家有可能是清楚的啊 那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是这个 哎 你你这个高考对吧 成绩单 语文 好比read out 它满分是90 你考了70 数学啊 它的满分是130 你考70 英语啊 满分90啊 它就是describe image啊 你考了70 那么这样算起来呢 满分是365 但你得了235啊 这么一个成绩 那么这个跟90分有什么关系呢 啊 相信大家都知道的 对吧 都知道的 因为PT它是一个排名制的考试 所以 考200多分的人太多了 它属于这种平庸之辈 你知道吧 啊 所以呢 哎 它就会落在 类似像这种位置 PT就是把你这个分数 分数呢 到全校的去排个名啊 那么满分是365 很有可能你考301 你就是全班第一了 所以呢 你就会站到最前面最前面 两头的人少 中间的人多 这个叫做正态分布啊 理解这个同学扣个1好吗 这个道理很清楚对吧 就是你拿了一个分数呢 来我看看你在哪 哎呦 最多的average啊 50分啊 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好 那么PT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他们的场外模组 也就是说 他早就已经把这个范围定下来了 你这张考卷 这道题得多少分 就会落在所有人的哪个位置上面 那换句话说 你的这个成绩 它是一个排名的体现 好 这是第一个大家想要了解的啊 这是一个排名的体现 而且呢 这个官方也说了 他说两年换一次啊 他说为什么要换的这个东西 就是当时设计好的 有可能两年以后不适用了啊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整体的英语水平都提高了啊 或者说降低了 那么我将重新再去做一套啊 这是第一个感觉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能不能反应过来啊 就是在考试里边 你觉得题更难呀 还好 更难好一些 还是更简单好一些 题难和题简单 你喜欢更难还更简单 能不能告诉我 你喜欢更难的 还是更简单的 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了 以学霸的心态是这样子的 以学霸的心态就是越难越好啊 对吧 因为你难了以后 我才容易拿高分嘛 我的技巧才值钱嘛 是吧 我不难 我的技巧值什么好啊 但是很多同学也是这样子的 他说难了我就做不好了嘛 也很简单 所以有一道题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有一个repeat sentence 他要对这个repeat sentence 做一个调查 就是说考多少分才是高手 但是有的题很简单 所有人都对吧 就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要考到十分以上 十三分一道题啊 你要考到十分以上 有可能才能高手 但是有道题超级难 每个人都卡三次 就你卡两次 对不起 你也可以站到最前面 好 这个概念好像慢慢的 已经有点点升华了 对吧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在教研的过程当中 我只做口语 我把口语做到了89 做了90 然后呢 他发现阅读34 我可不可以说 我可不可以得出结论 说口语给阅读 贡献三分之一的分数 我这个话说的对还是不对 来 觉得说对的 说的对的人扣一 觉得不对的人扣二 我可不可以说 阅读给口语 贡献了34分 或者说三分之一的成绩 觉得对的扣一 觉得不对的扣二 这个话没错 对吧 那不就是阅读占三分之一吗 就是我口语 占越多的三分之一 哪错了 OK 有人扣一有人扣二的啊 有人扣有人扣二的啊 OK 但是感觉好像扣二的人多 好 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人都集中在中间嘛 人都集中在中间嘛 所以两头怎么样 两头人少嘛 那么两头人少 差一分和差两分和差三分 他前进的空间是不是更大呀 大家有可能不太明白哈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子 你是全班最后一名啊 你就考99分啊 OK吧 就是你在末端啊 那如果说你考了105分呢 你有可能上升名次呢 上升5名 上升15名 因为你在底部嘛 好 也就是说 在中间啊 人家都考255 你考260 你有可能最多上升1名 但是你在最前端 人家都考301 你加1分 有可能就上升5名 好 懂这个道理的 扣个1 叫做两头紧中间松 这个道理有没有 OK吧 就是尾部的分数 它比较紧 啊 OK 所以呢 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今天我们也做了一个测试 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这个34分 看起来好像比较多 但它其实是一个基础分 就是它能够让你的基础得到这些分 但并不代表它占三分之一 好 好像 好像有点理解的 好像理解 好 那这是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所以大家先要搞清楚 越是前部竞争越是激烈 越是尾部竞争越是 就是怎么说呢 两头紧中间松 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很考数学的 很考数学的 所以呢 我们再次考虑一下 备考写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基金还是模板 那么首先呢 我在这个小红书上面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同学 去分享他的成绩 那相信你刷小红书 你也会发现的 只要你看了一张PD成绩 他就会给你推第二张 可以你推第三张 然后让你浑身都焦虑 因为这个同学过了 那个同学过了 到处都是过了的 那么当一个同学分享这样的成绩单的时候 底下评论的肯定是这样子 你肯定看到过的 说 哇塞 你的写作这么高 怎么做到的 然后他说 我用的是叉叉叉的模板 哇 姐妹分享一下吧 OK 然后呢 自己发一张成绩单 我的写作怎么办 然后别人又恢复 分享我的模板 我用的是90分 快赶紧给我 对吧 好真实 你一定看到过这样的评论 你一定看到这样的评论 然后呢 我也看到过这种评论 说说 老师 就是学生找老师反馈 然后老师贴出来的 他说 老师我用你的模板写作真的80了 太神了吧 然后老师说 孩子你早遇到我早过了 我这边 这个秘籍多得很啊 给大神 求分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说哇塞 你的写作高分怎么做到的 我刷了PT 真体超高频 是东方不败 是玉女心精 是祥隆十八展版 七月高频 进化浓缩最小版 我刷了这个基金以后呢 发现 真实中到了啊 然后这个预测是太牛逼了 然后说 真的吗 我请你分享给我这个 PT真体超 类似像这样子 哎呀 现在这个预测啊 都已经 把名字起到就是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 怎么叫它了啊 反正anyway 我是刚刚说过的 你想看的东西 都会让你看到的啊 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心里不安心吗 对不对 超小高命中 对吧 缩小版和简化版 就这么厉害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全网 谁有资格跑出来说 他可以做预测 你自己想想看吧 你自己想想看吧 谁有资格站出来说 我可以做预测 你自己想想看 但是大家很愿意 相信这个事情 是吧 OK 连赔生 其实都很难做预测 其实都很难做预测 你的数据要大到什么程度 你才敢说 我预测一下 对吧 你不要叫预测 你说猜 我觉得会好一些 OK 而且全网的预测 都是公开的啊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都差不多 好 那么我讲到这个地方 到底为什么呢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清楚 背考写作 你不得不提听力 为什么呢 因为听力和写作 其实在同一条船上的人 因为听力里边 有三个最大的提醒 其实也是写作的评分点 OK吧 所以你看这种交叉的 这种很复杂的这种 交错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告诉大家 整个成绩单 写作就不应该叫写作 给他这个名字都已经什么 我觉得就有点过分 写作应该叫什么呢 应该叫做 他这个地方应该写成 SST Reform Detection Filling the Blanks Reading Writing Filling the Blanks 然后小作文大作文 换句话说 你倒不如直接把成绩单 展示成这个样子就好了 这个叫Listening 加Reading 你不要叫写作 你不配叫写作 OK 为什么 我等会就跟大家讲 一般来讲 大家出现写作分低的 这个感觉呢 首先第一个是怪谁呢 哎呀 我那篇文章用 模板用错了 明明他说的是90分模板啊 对吧 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那篇大作文 在整个评分体系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这是他扮演的角色 你说多吧 嗯 不多 你说少吧 其实也不少 对吧 所以你看最大头是 Reform Detection 所以Asset只占这么一点 哎呦 好可怜啊 好可怜啊 那么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写作 大家一般看什么 看下边小分嘛 对吧 哎呀 语法怎么样 词汇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 好 这个叫什么 Written Discourse 感觉好像跟写作很有关系哦 很多同学跑过来跟我说 老师啊 用了你的模板哦 我的写作 Written Discourse 到了90哦 太神了 一点都不神 那首先跟大家讲清楚 Written Discourse是什么啊 Written Discourse呢 在真实评分当中呢 是这两项东西啊 你可以看一看 看不懂就算了啊 一个叫做General Linguistic Range 也就是说 你对于啊 你这个用词 或者用句 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啊 大量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句型啊 比如说 如果那是 如果那就啊 虽然但是啊 不但而且啊 Despite the fact that even though 这些词全都出来了以后呢 嗯 有可能会达到更好的 那这个不就是模板应该做的吗 帮你搞得复杂一点 对吧 然后呢 文章的脉络结构分段 和文章的这种 往前进的这种感觉 Logical Structure 好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文章有没有偏题啊 电脑也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好 这个成绩哦 很多同学非常非常有执念 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张成绩单啊 一个同学的Written Discourse是45 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大作文 因为 Written Discourse只跟大作文有关 只跟大作文有关 没跟跟所有别的东西没关 那么也就是说他很烂咯 满分90 他才45 是不是觉得他才一般啊 对吧 好 那人家写作怎么就88了呢 OK 怎么就那么高呢 啊 大家能搞清楚吗 OK 为什么 因为整个的这个Written Discourse 占什么分 OK 占所有分支里面的这个 所以呢 两分和一分大概是这样的啊 两分是这样 一分是这样 两分是这样 一分是这样 两分是这样 一分是这样 好 在 如果说我再回过去说 在这五门课里边 有一门里边 少了那么一点点分数 你会在乎吗 OK 好 所以这是 这是第一个啊 这是第一个啊 这是第一个跟大家讲的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往下看啊 有同学不认可 对吧 这是 等会啊 不是特别认可 因为如果说是相对分数 不可能人人人都拿高写作 光内卷就足够拉低了 相反 绝对分数可以解释这种客观的现象 你不犯一把数分数就可以很高 好 我虽然不是特别理解哈 但是我相信我后面讲的应该 我们等会再讨论 看看能不能解答你心中的疑惑 好不好 好 那么这里面呢 先搞清楚这个哈 那么首先写作的分数是只占这么一点点啊 先搞清楚 先占这么一点点 然后写作里边的分值 还分啊 比如说内容分三分和拼写分两分啊 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这边呢 讲一个小故事啊 大家感受一下哈 大家感受一下 看看你觉得认不认可 首先呢 这个小王同学呢 他是个学霸嘛 然后呢 他的这个备考 备考大作文呢 一定是非常严谨的 因为大作文其实 呃 说白了呢 他是个开卷考试 特别容易啊 呃 特别容易这个 呃 准备的啊 因为就很容易中嘛 对吧 那小王同学呢 的确 他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啊 然后呢 背诵 精改啊 然后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考场里面发现 哇塞 中了 所以呢 当然 内容分 当然满分 因为他内容很丰富嘛 对吧 格式分 没问题啊 但是小王同学呢 由于写的比较快 比较粗心 犯了一些小小的语法错误啊 比如说哪个地方 没有加S啊 每个地方没有加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动词出错了呀 很正常 很正常 也没多扣他 扣一分啊 扣一分 句型没有问题 词汇没有问题 逻辑没有问题 但是呢 小王同学呢 不小心拼错了两个单词 注意啊 只有两个单词啊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小王同学呢 就得了15分 礼拜的12分啊 注意这跟90分没有关系啊 这跟90分没有关系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小李同学呢 他是个学渣啊 说我这个整个 整个人 非常非常 随意啊 那我只背个模板 啊 什么内容不内容的 我都不准备啊 我就背背模板进去 随便乱写就好了 果然 活该 进考场 看到一道题 根本不知道怎么写 内容完全不知道 因为很多东西 内容记不住怎么办 你看 小李同学就没记住啊 好 那么小李同学呢 就怎么办 就只能偏题了咯 但是我们会教基本的 上过我们课的同学知道 我们会教基本的逻辑思维 然后能确保所有的词 都在 基本的范围讨论里面 但是不能很精准 但是还可以啊 但是小李同学还逃不开 这个 偏题的命运啊 那么扣了一分 那么 你以为光内容分扣一分就行啊 绝对不行 词汇还得扣你呢 你用的词都是简单的 你也说不到点上 不扣你词汇分 好 再加上逻辑分 肯定不能要了 就像刚刚那位同学 逻辑分必须得扣到你 只有一半啊 对吧 所以因为你偏题了 电脑不知道你在干嘛呀 好 但是小李同学特别聪明 小李同学确保所有的拼写分 都是满分 你做到这个难吗 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对吧 当你要拼一个单词的时候 比如说relevant re re love relove relove 好 这个单词你就不用写了 你在拼错一个单词 或者说觉得它有可能会出错 那个一刹那 你是有感觉的 所以当你发现这种单词 有可能存在的时候呢 嗯 你就直接把它删掉了 所以小李同学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而且把语法呢 特别注意的 写到了全对 因为模板本身是可以帮助你复杂 好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情况下 小李和小王 它是成绩是一样的 所以这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什么笑话 就是一篇文章 内容只占三分 但拼写占了那两分的比重 和内容分的三分的比重是一样的 那换句话说 我踏踏实实的把文章写得特别好看 写得特别精彩 论据也特别准 PTE只能给你三分 冲天 但是你拼错俩单词 你那三分就只剩两分了 或者说就被扣掉了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笑话 所以为什么说大作文这么烂 因为什么 因为大作文有一个基础分 什么叫基础分 一等讲一位 两等讲三位 三能讲十位 鼓励奖一百位 所以你想想看 一个正常乱写的人 在这十五分里面 能拿到多少的鼓励奖 你自己算算看 对吧 FORM分能不能拿 语法是不是拿一分也行 SPELE拿个两分 对吧 OK 用了模板 你至少句型给我拿个一分 或者两分 好 你就会发现 这就是学渣和学霸之间能拉开的差距 一不小心还拉不开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一不小心还拉不开 所以如果说你想准备大作文 一天准备一篇 一篇准备一个小时 30篇要占用你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你在考场那一刹那 还未必能把它转回来 OK 好吧 然后我们再往往往讲 我马上讲到那个了 内不内卷的问题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这些同学 Recent Discourse几乎都是满分 但是写作成绩各有不同 大家现在能理解了吗 就是其实你的小分 刚刚有位同学说的很好 他说你看 我的写作也不低 对吧 我的这个Recent Discourse也不低 Grammar也不低 语法也不低 我写作就特别低 什么道理 因为他在别的分数上面 懂意思吗 所以如果说你看到了 这张成绩单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把小分 所有的提醒拿出来 比如说 所有跟小分有关的提醒 除了发音跟流利度 都在这了 所以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 可以看出来 首先第一个 内容分 比如说SST和大作文小众的内容分 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样 看不出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呢 这里边所有的语法分都是过关的 因为语法90嘛 对吧 然后所有的Spelling都是也基本过关的 因为Spelling84嘛 那么Vocabulary呢 他就不知道了 那这三个地方都有可能造成了Cabulary的低 而且口语的Unsexual Question 还有可能造成 所以68我已经挺满意的了 我已经挺满意的 小分叫做Enabling Skills 这个叫小分 这个叫做大分 OK 好 那么 你搞清楚了吗 那比如说我们出问题的有可能是 类似像这样的 对吧 因为你看这个是问题的 好 不用管 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在看待大作文的时候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直接找到问题的根源 比如说你看老师我写作72 怎么回事啊 注意这不是你的问题 这是什么 当你的听力和写作同时是低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是FIB和Refunditation 是这两个 OK吧 好 当你是阅读和写作同时低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听力达标了 你就差 这个Reading Writing Filing Blanks 也就是阅读的共通的一个分数 OK 好 那么 写作模板有什么意义吗 那我要背写作模板吗 那我首先先告诉大家 写作模板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写作模板 第一个它不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分数 而且模板没有 本身没有什么优劣 这个差别 说这个模板好 这个模板不好 没有用 模板都是帮助你快速的把文章写完 OK 然后找到最精准的一个东西 所以 内容分是什么 内容分就是你填进去的那些内容 那些字 那些字 那么这个内容分哪里来的呢 三分两分一分哪里来的呢 那么PT呢是这样子的 我给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它有三个 比如说它有三个盒子 这个是三分的 这是两分的是一分的 那么这里面有一千篇文章 人都来了 一千篇文章 然后Human being呢 人呢去评分 人去评分 然后人评 这个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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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分 这个一分 好 然后电脑呢 就去分析说 为什么人都喜欢这一类的文章呢 注意这一千篇文章啊 这一千篇文章都是同一个标题啊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 就是优秀的人都差不多 什么意思呢 这是PT官方用的一个东西叫做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有兴趣的东西可以去查一下 其实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 但是我看到这张图呢 我好像明白了 优秀的人差不多 就是这道题 基本上 写的好的人 都会用同样的词 因为你这样看 这个用词的频率嘛 观点都是这些 然后用词都是这些 那么你要碰得到 你就高分 你要碰不到 你就低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还有比如说 他的vocabulary 比如说 他用这个 他用的这个 Come European Framework 用了这样的一个标准 C1B2 其实落在了字上面 早就可以知道 哪个是C1 哪个是B2的 所以模板呢 是可以提前帮你输入一些好的词汇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两位同学说的 那这个Cony同学说的 说我vocabulary90 Listen Discourse76 总分46 对吧 因为是两个Ref on Detection 每种 所以你看 你的大作文 第一个 拉不开差距 第二个 第二个 你准备还有可能会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关键是我怎么去做它 而不是模板 所以你会发现 技巧重要吗 基金重要吗 模板重要吗 都不重要 什么很重要 就是 首先先理解备考的测终点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你哪里不好 哪里有问题 自己问题清不清楚 然后你的时间可不可以有效的分配 你是每天都在过那个大作文呢 还是每天都在被Ref on Detection 我不拦着你背大作文 我不拦着你到处收集模板 我不拦着你到处让老师改作文 但是 合理吗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今天掏出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真正的写作备考的建议是这样子的 首先你要有一个非常 非常熟悉的模板 进考场就会分分钟打出来的 然后呢 能够确保看到题目 迅速完成文章 不管写的好还是不好 不管写的精彩还是不精彩 然后呢 你要多多输出 这个跟SST其实是有 有这个相同的感觉的 就是每个人能输出的语法 词汇和拼写 都非常有限 就是你比如说你写100篇文章 你会发现 你只会那几个用词 你只会那几个剧情 你只会那几个东西 然后呢 当你有足够多的输出的时候呢 你的漏洞呢 就会变得非常清晰 然后你自己就补平它 我这里一直不加S的 原来这样是不可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SST好了 那么大作文也好了 所以你看 我总结一下是想干嘛 仔细才是关键 所有的大作文小作文 那小作文比如说 用什么and的连接了 用什么about的连接了 反正各个老师 有各个的说法 但是我们说的很简单 因为它的评分标准 就只有那几个 对吧 多多输出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多写呗 就自己往外写 往外写的时候呢 你就会出现语法词汇 拼写漏洞 然后用Grammarly呢 帮你填平它 然后呢 总结一下自己的错误 OK 那 对的 发现你错的是什么错误 J说的很对 就是你看 我一直是这个错误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加S的 我不知道knowledge不能加S 但我说每次都加 OK 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要充分理解写作分数的分布 你要明确 你要明确 我今天干什么 明天干什么 因为整个的PT 最难最难的就是 不知道今天要干什么 第二个 不知道今天干完这个东西以后 有没有用 然后第三个 考完以后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你的每一分钟就会怎么样 就流失掉了 因为二十个地鞋 你根本搞不清楚 OK 所以这里面呢 我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或者说一个 如果说你问我写作备考是什么 那我就告诉你 写作备考就是不备写作 OK 然后你就搞清楚写作应该是什么 怎么去弄它就对了 你觉得呢 OK 觉得理解同学给我课个一号码 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你给我讲讲写作怎么备考 我就说写作备考什么 不用备啊 你有时间啊 你有时间 你搞你搞Refon Dutation呗 OK 其实考过的同学 很多东西可以验证我的话的 对吧 所以第一个 看人写作分数高 不要缠人的写作模板 你的写作模板一样出色 OK 第二个 你的写作都来源于 这个最大的那个分值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 OK 这几个 对吧 小作文 同样的 也是同样的道理 它有一个必得分的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写的好写的差 都差不多 你写的好多多一分 写的差多两分 一点问题 一点没什么改变 好不好 所以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 在整个备考的过程当中 扔掉一些提醒 这个很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讲 口语 讲口语 好 准备好了吗 同志们 好 在讲口语之前呢 在讲口语之前呢 我给大家灵魂考问一波 相信大家口语都会 很纠结 你只要是搜全网 都是口语纠结的人 都是口语 我今天想 因为大家问的问题很多 我等会一个个来看 首先第一个 我口语 比如说我考了个55 然后或者我摩考考了个35 然后呢 我非常明确我自己的问题 还是我不太清楚自己的问题 A还是B 大家选一波吧 有的同学很明确自己的问题的 就是说 我就是咬字不清 重音体现不足 然后我一直改不过来 我就是改不掉的卡顿 我也知道卡成这个样子 还能给我多少分 嗯 OK 很好很好 A和B应该是在一半一半 有的同学 知道自己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变 但是这里面有个误区 其实你不是知道自己的问题 你只是知道自己的表现是什么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知道自己的问题 是知道自己的病是什么 知道自己的表现 只知道自己容易困 只知道自己 这个发烧了 咳嗽了 但是并不知道病在哪 也不知道怎么治 这是两码事 你知道自己会卡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说到底怎么了 OK 是你的嘴出问题了吗 是吧 你根本不知道repeat sentence 你为什么忘 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问题 灵魂考问一下 那么你平时练repeat sentence 或练read out的时候呢 你能感受到练习效果吗 OK 也就是说练完一个小时以后呢 发现今天真有收获呀 练得真不错 比昨天好多了呢 明天继续 能 第二个练完以后不能 第三个 好像我感觉到是不一样了 但是我又不知道 这能多少分 是A还是B还是C 不能 今天练完不能感觉到 明天练完也不能感觉到 OK 就不能 那就是B呗 那就是B OK 第三个 我的练习方法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 对 这个做的很准 真的很准 就是看看那天的感觉 OK 第三个呢 就是我的练习方法是多样的 也就是说 我练这个 有这种练法 有那种练法 我今天和明天都会讲很多的练习方法 是多样的 是带目的性的 是冲着解决我的问题去的 而且是重复的 A 是的 B 不是 我的练习很简单 就是康康一顿练 就是读 就是读 跟读 读 跟读 就这样子 没有什么特定的练习方法 而且很随意 很随意 就想怎么练怎么练呗 拿到一个东西 反正就张嘴就说说看呗 对吧 很多同学很厉害 就是 把一个read out 读它一个小时 那这段read out怎么样 是不是就变得很完美了 当然 都快背出来还不完美吗 所以你第一个完美了 第二个完美了 第三个完美了 然后 搞了二十个 到二十一个 根本做不到 OK 为什么 因为你把一个不属于你的语速练到完美了 懂我意思吧 OK 你先练这个 吃不到 不赌 不赌 不吃不到 倒赌 不赌 好 完美了 再来一个 黑灰挂肥 灰挥发 完美了 我再换一个 完蛋了 因为你不小心练就了一个不属于你的语速 你的眼脑配合不是那个语速 你也做不到 所以 是这样子的 那么更有的同学呢 练完以后呢 我说的再熟 我只是感觉自己流利而已 但并不一定人家觉得是好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了 好 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第一个呢 你不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 你也不知道怎么练 练了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完了呢 就到处就问这个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发现 我发现这个练习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 你自己总觉得 听的不明白 我也听不出来 我哪里不好 你给我听听 所以我们老师最常见的 老师你给我听听有多少分 哇塞 我的耳朵这么好啊 就得让我听一听 其实也是的 如果说有人学过唱歌 和有人学过画画的同学 这类似像这种的 或者或者是体育运动啊 你总想让教练看一看 老师教练 你看我这个投篮姿势怎么样 我改过了 标不标准 我自己不知道啊 但你看一看标不标准 所有的技能类的东西 都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都是听别人的 看别人的问题容易 跑到自己的 非常非常难 而且呢 练习的时候呢 容易没有效果 而且呢 有效果呢 不一定保持得住 这是我今天要做到的 所以我在 讲真正的内容之前呢 我要先跟大家搞清楚 有四个东西 咱们是要做的 那么什么是简单的 什么是难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定位错误是很容易的 就是你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很容易的 所以明天我们会做一波改音 然后我会定位大家的一些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定位了问题以后 并且承认 会有点难 就到了第二步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的问题就是难 我不承认 死活不认 然后我就说 你一怎么样 二怎么样 三怎么样 四怎么样 难不难 难 OK 等你承认了以后 好办了 那么到了下一步 到下一步干嘛 就是我得把正确的动作 做示范 然后我得让你 我得用语言让你理解 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 是再高一点 再低一点 来心态放平稳一点 来快乐一点 来 来节奏稳定住 来这种语言上面的这种引导 到最后一步 就是我用什么方法 每天怎么练 因为它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 但是有谁能够经得起 说一对一 一百个小时练 那谁受得了 你自己拖把练的时候 怎么去把控方向 然后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怎么样 去一步步的实现 这四步 是从简单到难的 OK 眼脑配合的问题 对不对 这些问题其实大家都有提到过 所以我今天本身准备的这个是分成两个 一个叫做定位错误 一个叫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在看大家的问题之前 我先把错误先放一遍 因为大家刚刚开始都已经开始自己怎么样 在说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我来说一下这个错误 然后看看大家怎么去改变它 好不好 首先第一个 我刚刚说过的 我刚刚说过的 我说问题和表现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表现出来是打喷嚏 表现出来的觉得是自己说话平 对吧 连不上 但是它问题的根本是什么 那不一样 这是两码事 不要把它都当做是问题 那么表现呢 让人感觉呢 可以说是平慢卡怪乱 就乱读 但是其根本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就是这几个东西了 注意每个人的问题都跳不开 这八个东西 今天明天我都会以这个为核心 给大家展开 就不要搞得特别复杂 有的人说 我的声音 娃娃音 然后沙哑的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都会落到这几个问题里面 OK 好 那么首先呢 第一个呢 让大家表现出来的呢 就是这种无力感 这种无力感啊 特别有意思就是 你以为它是逗你玩 你以为说 他为什么这样说话 但是 他真的就只能这样说话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 好 首先我们先定位一下这个问题啊 就是有这种 说话轻柔 无力懒 加上弃音的同学 我们等一会 等一会再扣一 比如说像 Edison 宝满的当然就是Edison 轻轻地说Edison 但是就有人会说Edison E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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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OK 好我们来感受一下 你用耳朵听 然后看看你有没有这种问题 比如说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OK 这个单词 如果说你查字典的话 在任何地方都读成 Korea Korea 但是他只能读Korea OK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pm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the motors and the motors and the motors OK something 还能不能用 我明天来具体讲这个东西 我一定讲到有理有据 好不好 一定讲到有理有据 让大家彻底的清楚 something能不能用的问题 等一会儿我再先透露一下 当然是可以用的 当然是可以用的 而且 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OK 这是第一个 那么 很多同学读单词 pay 但其实这个单词念是pay 不是pay 是pay 那么有的同学 每个单词都读得很准 比如说 这个 Tesla 这个单词呢 Actually 这个单词呢 Worked 这个单词呢 Edison Early Korea 是不是都像是字典发出来的音 Tesla Actually Worked Edison Early Korea 连起来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听上去就会非常非常准 但是呢 有的同学是这样子的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没力气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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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我单独把这个单词念出来 Edison 我都不知道他念的是什么 Edison Edison 你叫什么名字啊 Edison 陈冠希 大声点听不见 Edison 感觉到吗 而且 不是故意的 而且 让他用力的话呢 他也只能这样 那这里的同学怎么办呢 OK 怎么改呢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感觉到吗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In OK 好 觉得自己有这一类 发音 习惯上的问题的同学 扣一扣一 OK 就觉得我 我跟他好像 Edison Offered To Pay In 而且老师也这么训过我 他说你不要这么说话 你不要说 Offered 你说Offered 你不要说 Pay 你说Pay 你不要说 Dollars Dollar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说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OK 这一类同学的问题 其实就是咬字的问题 这个咬字的问题 怎么解决 比如说像这个同学 这样这个单词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OK 感觉到了吗 好 老师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告诉大家 这个问题 不能靠嘴解决 因为你看耳朵听上去 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么来 但他自己又什么做不到呢 是因为他长年的肌肉 已经记住了这样的一个 发音的方法和嗓子 是怎么配合的 他已经很牢固了 所以要打破这种牢固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怎么打破呢 很简单 靠声音打破 什么意思 比如说 这个单词 比如说这个单词 大家可以 现在张嘴 自己念念看 OK 感觉到吗 大家听一下区别 读 understand 还是读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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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刚读1的同学扣1 就是在我没说之前 你读的是understand 扣1 就你觉得你是understand 扣1 OK 好的 那有的同学说 那怎么办老师 怎么办 很简单 接下去我会做一些 很傻的事情 傻到什么程度 你仔细听 我读十遍 OK 来 你不用读 你什么都别干 你就听 你就听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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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underst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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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 do you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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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老师你一玩没玩 OK 好 现在这个字 是不是在你脑子里面 印进去了 你再一张嘴 你会不会觉得 读understand 是有点怪的 我想说明一件什么道理 单词的重音 或者说单词的清晰度 和咬字 不是你本来 因为你看到这个单词 你的大脑调出来一个单词 叫做 Edison Edison 然后呢 其实这个单词应该是 Edison Edison 所以你要从Edison 变成Edison 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听 而不是说 就是 你把这个单词说一百遍 还是你本身的发音 你就听 才能够让它产生掉 这是我之前 讲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 你做跟读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者说 很多同学 自己做完跟读以后 自己不去听 这个就很困难了 我这边呢 之前呢 做了一个视频 我这边呢 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同学的跟读 我们就可以找出问题出来 也就是说 他听到的 和他说到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往往这些同学 是能听出区别的 我们来感受一下 on the top on the top ok 大家感受一下 上面的是老师的示范 be a man be a man 那么下面呢 是他的跟读 be a man as a dog as a dog by the sea be the sea be the sea be the sea on the top 好 他是怎么跟读的 on the top on the top 真的吗 on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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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能听出来的扣1 不能听出来的扣2 有什么跟读材料 我会告诉大家的 能听出区别的扣1 不能听出区别的扣2 ok 好 所以你看 听自己的录音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说 我教大家 我教大家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Uglish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过 就是如果说一个单词 或者说你平时在读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单词呢 输入到这个Uglish里面呢 然后呢 他会帮助你 on the top 这是英美的区别 那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英美的区别啊 ok 英美会有区别的 比如说 这个网站 然后呢 疯狂的让自己听一下母语是怎么说的 对吧 比如说像这个单词 然后你去听 听各个地方出现的 然后呢 大家肯定是有有道字典的吧 然后呢疯狂的去读promised promised promised 然后去跟读对的那个发音 然后你再回来 你再读 你就不会多 to ask for the money he was promised and no 因为你读了一百遍 promised 单词中音非常清楚 money promised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咬字就会回归 所以这一类同学的解决方案呢 其实很多情况下就是听 和找到另外一个发音的方式 那么有的同学 有的老师会给出一些 这个心理暗示 比如说 来想象一下 高一点 高 不要 说啊 不要说Edison 说Edison来 去看你的变化 然后呢 这里面要记住 大家要记住我一句话 就是用你的不自然 换别人的自然 所以当你发现 你说话的时候是 好怪啊 但是又得到了 别人的认可的时候 你就要记住 你就要记住这种感觉 然后再来 所以这个呢 我们到后期再聊 所以这一类同学是 最危险的 因为PTE的发音分 就是采集能量的位置 什么叫能量的位置 就是每一个能量点的位置 重音的位置 这个太多了 太完整了 以后再讲吧 以后再讲吧 OK 好 Victoria说得很好 这个问题我要回答的 就是单独读 可以连起来不行的 这样的问题 OK 因为你看 Tesla Actually Word Edison Early Korea 这个我下面讲 Victoria 记得 记得这个问题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很常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共字的问题 就是很多同学觉得 自己说话很平 觉得自己说话平的同学扣译 或者说被别人说过 自己说话很平的同学扣译 说你怎么没调啊 对吧 老师说你怎么没调啊 那么有调是什么样呢 有调是 Tesla Actually Word Edison Early In His Korea Edison Offered To Pay 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ders And When He Ask For The Money He Was Promised 感觉到吗 大家好像听别人说有调的时候 特别能明白 对对对对就这个调 我也想要有 好 我说你试试吧 来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 He Was Having With His BC To Fix The Problem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就 平的 对吧 好 来 Tesla Actually Working For Edison Early 那又是平的 对吧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OK 好 那么 我刚刚说了 这个叫表现嘛 就表现出来 你只能迸单词 表现出来 所以没有调 对吧 然后呢 老师跟你说 你也给我说重音啊 OK 我给你标注一下 好不好 来 我给你标注一下 是不是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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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跟我说 来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 To Pay The Mod Equivalent 老师 这样行不行 老师 蒙了 这样不行啊 OK 有这种问题 同学可以 好吗 老师 让你说重音 然后你说完以后 就觉得特别怪 哎呀 怎么这样子 好 这个问题 其 这是表现 就是 根本的原因 是什么 你怎么做到的 首先 大家要注意 每个人都会说重音的 每个人都会说重音的 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你不分一群 好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这个一群 我们在课上讲过 这些词叫做功能词 这个道理是清楚 其实很多同学 把一群分错了 他自己不知道 比如说 你把一群分成 比如 我拿 我拿这道题来举个例子好了 从这儿开始好了 好 那么 这道题啊 如果说我想把这个一群 分割清楚的话 我一定会说 E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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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red to pay sorry to pay him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概念 就是功能词 放在一群后边读 对吧 所以 他的这个 我之前举了一个这个例子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OK 这是一个摩天轮 摩天轮 然后呢 跟大家重复一下 你呢 开甘心心的 跟你的爸爸妈妈呢 去玩这个摩天轮 然后呢 你们后面呢 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小情侣 一个小情侣 老恩爱了 老恩爱了 然后呢 工作人员说 你家几口人 你说三口人 好来上这个 然后他家几口 两口上这个 这是不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你 非得把 你爸妈 分开 你去上这个 你个人小两口上那个 你觉得合适吗 所以往往是这些 平读的同学 他做了一件 非常错的事情 就是 他把一群分错了 比如说 他养成了一种什么习惯 他养成了一种 读offer to的习惯 他养成了读一种 equivalent of what的习惯 他养成了 读 dollars to fix 的习惯 他养成了读 the problem he was 的习惯 所以你试试看 就是offer to equivalent of dollars to fix 然后 problem he has he has he was 那么这些同学 都是这么读的 比如说你看 特斯拉 特斯拉 working for artisan early in he's grain artisan offer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ll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e was to fix the problem he was 那么 其根本原因 是因为你不分 一群导致的 那么 更好的处理方法 是什么 更好的处理方法 是大量的念 对一群 就是to跟offer 永远 划分成界限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读 这个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OK 好 当你不断的习惯说 to pay h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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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成为一个整体 所以要读的话 也是读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3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1234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那这个时候 听上去 弱读 就是成为 弱读了 好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也就是说 你没读对块 所以你会把 所有的词 都成一样的 然后呢 进入了一个 非常大的误区 就是 那我是不是得把 给力啊 我要把这个力气 给出来 然后说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pay 好 那这一类同学 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重音 是不需要 任何的动作的 你只需要把节奏 读出来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有一种方法 叫什么 我有一种方法 叫做 三调功能词读法 你敢说一下 什么叫三调功能词 把这些红色的词 不读 疯狂的在家练 把这些单词不读 就这么练 Tesla OK吗 好 然后呢 再读一遍 确保重音 是这样子的 Tesla Actually worked Edison early career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Tesla Actually worked Edison early career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这个叫做 去寻找 正确的重弱度 我说这句话 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把它打印 打出来好吧 OK 这句话叫做 重弱度本无异议 为什么 它就是为了制造节奏的 所以你的嗓子是说 Edison 我的嗓子是说 Edison 他的嗓子是说 Edison 每个人发音方式不一样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你要呈现出来的节奏 就是那个节奏 所以你可以说 early in his career 你也可以说 early in his career 你也可以说 early in his career 不一样的声音 不一样的高低 可以成就同样的节奏 所以中读没有标准 中读不是更重 更狠 弱度产生节奏 才是整个的难点 OK Cony 其实呢 我们今天讲的问题 是一个连着一个 那你会了这个 不就不会那个吗 对吧 所以我才说 整个PTE的 这个 所有的技巧 讲三天三夜 到最后 你会成为一张网 然后 到最后 一下子就通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好 我讲到这个地方 理解的同学 给我扣扣一下 因为很多同学 在问题当中问我 老师中诺读找不到 那个 感觉怎么办 不需要 那我告诉大家 在整个的听的过程当中 节奏 产生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不断的听 不断的去 跟读 做同一样事情 做好几遍 才有可能达到效果 我举个例子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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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到了这个 单词的 这个重弱读 对吧 好 我这边呢 给到大家一个 稍等一下 我在调用这个 我在调用这个 一个 一个 slide 下一个 slide 哎找啊找到找到哎不对 差一点 好anyway要不就先这样吧 我下节课再给大家找到再去练好了 我想告诉大家 重复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就是那这样的话呢 很多同学对于这个重音呢 就开始乱来了 你看比如说这样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the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OK 再听下一个 就是抬啊抬 就是乱来 随便抬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 he was having to fix the problem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OK 再夸张一点 不是有个同学问我 他说每个字都都降掉 可不可以吗 来 再夸张一点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 he was having 好 来告诉我 有乱抬 乱抬众音习惯的 现象的 或者说 有被别人说过 说你不要抬众音的同学 扣个1 OK 这里面有跟你很像的吗 或者说你在朗读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想着说 来一下吧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OK 你老师 你不是说要重音的吗 不给你重音不完了吗 对不对 好 这个怎么练 这个怎么练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把单词说成什么样 叫做对了 比如说像这个单词 Edison 对吗 Edison 你要是过重 他就不合适 所以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单词重音到底怎么回事 比如说像这个 像那个Understand 这么一个句子 比如说 单词重音 我这边找一个 讲个讲义 尾音 OK 首先先说一下 这个困困困困容易困的这个问题 我们所谓的什么降调 什么叫降调知道吗 大家知道什么叫降调吗 有朋友可以解释一下 什么叫降调吗 就是 降调 会吧 什么叫降调 不知道什么叫台 什么叫台重音 对吧 那我就知道 大家肯定会有这个问题 对吧 箭头朝下 对 我箭头朝下的意义是什么 就为什么要读降调吗 大家知道吗 OK 好 我大概知道大家的问题了 我有一个方法 大家参考一下吧 好不好 首先呢 我们先确定一下 人人都会读中音 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一个单词 一个单词 我们比如说 这个叫做one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读 one one 你能不能读到自己很舒服呢 就不是那种台的那种 你会说one 不会吧 你就正常说one one on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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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three one two three 会吧 然后觉得自然播 可以 所以呢 one two three呢 就是正常的重音的音量 或者是你呈现的音量 然后呢 你为了让它节奏出来什么 one two three 你感觉到one two 产生节奏而已啊 能感觉到吗 one two three 好 所以on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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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com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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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记住这个就是你的重音了 很多同学找不到啊 community information 老师对吗 information 不对啊 你会这么说话吗 不会 你会说one two three 是one unity community community miss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所以我我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首先大家在读单音节的时候 通常来讲都是找得到重音的啊 所以呢 我会我会让大家去读这个东西对吧 比如说像commercial 然后去找找不到重音在哪 commercial 不对 你先说mercial 然后先说stand 然后再说mission 然后再说tographer 所以正常说 mer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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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 mercial stand mercial stand 然后呢 加一个 比如说 加一个二在前面 ok 加一个 mercial stand mercial stand mercial stand 然后再说 commercial commercial understand commercial understand 这个叫做自然的重音 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说把一个单词读成 别的样子 而是把它读成 字典的样子 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这个单词 如果说我们查字典啊 所以平时呢 有要要好好地利用自己的这些 工具 对吧 比如说像 呃 字典 比如说谷歌字典 E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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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我就要念成Edison Ok 我不管别的 我就要念Edison 因为他本来就读Edison 所以这个单词念成Tesla 我就得读Tesla 所以我当然有很多选择 我可以读Tesla Tesla actually Wed for Edison 我当然有很多选择了 但是我选择最对的那种读法 我读成Tesla Edison Career 对吧 然后我说Tesla Tesla actually W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好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这个单词重音 其实单词重音就是什么 就是它最原本的最基础的发音 不会比它想象中更重的 你没有重音是因为你把它读成了 having 这个单词你只要修改到它原本的样子 就会变成having OK 好 那你仔细感受一下 我在读东西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种 抬起来的感觉 大家仔细听 Tesla Actually W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我会不会有一个单词笔读的 更夸张一点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解决台重音的问题 首先先要搞清楚什么叫重音 然后疯狂的练习单个单词的朗读 对吧 读到标准 Edison Early Korea 那肯定是不对的 先找到平稳的自己读对 Tesla Actually Wed Edison Early Korea 对吧 先找到单词本身的发音 然后我们再去解决其他的问题 切记不要对单词有任何的扭音调的那种现象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 To Pay Him To Pay Him To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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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的是 Pay Equiv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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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Problems He Was Having Problems He Having 好 这里面大家已经开始不断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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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说这个下降音了对不对 好 马上就解决大家问题 那么老师 因为有一个同学问我这个问题 我记得的 他说老师我所有的音都是下降音行不行 我说不行 不可能吗 那单词怎么可能全都下去吗 我 可以 走了 马 可以吗 不可以啊 我 可以 肯定不对吗 所以当什么情况下会产生 单词变调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当 联读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这个词组 两个单词 变成 一个 整体的时候 你不可能 都是 Environment Problems Environment Problems 是这么多 同学扣译 Hard Rock Mining Hard Rock Mining OK 对吧 Involve Water Pollution By Metals Themselves 是这么多 同学扣译 所以 Environment Problems Caused By Hard Rock Mining Involve Water Pollution By Metals Themselves 老师 你要中音 我就给足 你中音 好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联读变调的问题 这个之前呢 我在课章上面也讲过 所以我们在说 Problem的时候呢 谁是 字典一样 就是说 Problem 也就是这个单词是它原本的发音 对吧 所以 念Problems 你怎么念Problems 你就念什么Problems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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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呢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所以 连起来呢 就会变成 Environment Problems 它就会 它就会需要怎么样 稍微上扬一下 去接它一下 就好像是 我可以 是一个道理 因为它俩变成一个东西了 人在说话的时候 说一个东西的时候 永远是一个 嗯 Good morning Sit down Come here 而不是 Come here 所以 Environment Problems Environment Problems Mining Rock Mining Hot Rock Mining OK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Themselves Meadows Themselves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你会发现一句话里面 有哪些字 如果说要讲 这个规律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疫群结尾点 都是标准因啊 Environment Problems Caused by Hot Rock Mining Involved Water Pollutions By Meadows Themselves 是这个道理 OK 那如果说你在跟读的时候 是不是得疯狂练习单个的这种读法 否则你的眼睛就没有办法说 Hot Rock Mining 因为你没有习惯读 Hot Rock Mining 那么这种连读 其实就是解答了 有一个同学问 那我全部都降掉 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Edison这道题 有哪些单词会读成字典音啊 如果说我把它分割的话 那比如说这样的 比如说Tesla Edison Korea Edison Pay OK To pay him 然后 Equivalent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好 然后呢 把这些单词呢 我们标注一下 好 这些单词 念字典音 就是它本来的音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那这样的话 这种重弱读 就有可能 在一群分割队的情况下 在联读队的情况下 制造出最对的那个样子 所以很多同学 在这个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一直逼着自己 去做某一件事情 但是不找它背后的原因 你读平 或者你弱读读不下去 是因为你的节奏出问题 是因为你的这个联读出问题 是因为你的这个 这个疫群不分割 就不要老是盯着重弱读去上 所以叫做什么 曲线救国 就是当你发现你的一个问题 始终得不到解决的时候 很有可能它背后藏着 是另外一个问题 原来我一直拌嘴 就是因为我语速过快 没有人说过我语速过快 还可以这样呢 所以每个人的问题 都有待于最后的挖掘 来找到更精准的样子 这个大家理解吗 这个大家理解吗 理解的给我扣个1好吗 所以很多同学的问题 虽然说表现出来说是 是这个问题 那我怎么挖掘到最后 说得很好 这个就是经验很重要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这个为什么 国内的一些高考的老师们 就是英语 比如说教英语的高三的教师 他英语自己发音也不是特别好 对吧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家长要盯着他 你说我找一个外教教我们不行吗 人家好 老师最大的特色 或者说他最有最值钱的东西 不是说他自己说英语说的多好 而是他经历过多少人 那么老师给你布置的东西 是他的经验之谈 在你看来是无趣的 比如说一个足球教练 发现你踢球啊 总是踢歪 这个时候呢 他就让你蹲到一边 然后让你脚趴开 然后把一条尺 绑你腿上 我乱说的 然后让你蹲在那半个小时 你说老师 那个教练 我是来练踢足球的 我不是来练这个的 那为什么教练会做这个动作呢 因为他看过之前的人 他用了这个动作被改过来了 他能说上来 为什么他也说不上来 他就觉得 我这个方法已经改过那么多人 为什么不能改你呢 这个才是所有的老师的意义 因为他经历过 OK 所以呢 比如说 我今天上午才上的这个课 然后呢 在上repeat sentence时候 我一直说 说那个同学们说没有节奏 好 接下去呢 我给他们看了这个视频 然后让他们连做三遍 大家感受一下 好 来大家跟我一起 来做节奏的练习感受一下 You need to distinguish the rhythm of English from the sounds of the language you know So listen, repeat and follow the beat and you'll notice your confidence grow 首先 这个人 他在说单词的时候 有没有像刚刚那样抬 You will notice your gun 有没有 每个单词都是字典音吧 但为什么这么有节奏呢 OK 好 来 跟读一下 他等会会空拍子 试试看 You need to distinguish the rhythm of English from the sounds of the language you know So listen, repeat and follow the beat and you'll notice your confidence grow You need to distinguish the rhythm of English from the sounds of the language you know from the sounds of the language you know So listen, repeat and follow the beat and follow the beat and follow the beat and you'll notice your confidence grow You'll notice your confidence grow OK吗? 不够 第二遍 的 音 好 大家相信我 第二遍 You need to distinguish the rhythm of English from the sounds of the language you know So listen, repeat and follow the beat and you'll notice your confidence grow OK So listen, repeat and follow the beat and you'll notice your confidence grow OK 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玩第三遍了 但是我马上再让你读这段话 你有可能会不一样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旋律就会 在你脑海当中 Function is the language you know early in his career offered to pay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当你发现你跟不上节奏的时候 从侧面 等一会儿 来 跟得上节奏的扣1 跟不上的扣2 OK 你会发现 不是所有人都跟得上 那么当你在说话的时候 单词中音不准 然后弱读不准 你是跟不上英语的节奏的 但是 发音习惯好的同学 他就跟得上 你说不对啊 老师 考试怎么可能 是用这种节奏这样 当然不可能 但是 考试的节奏 跟这个节奏 是 道理是一样的 但只是他节拍拆开了 OK 比如说 from the sound of language you know 所以 to fix the problems he'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所以 当然 说话的时候 拍子不是固定节拍 但是 还是那个拍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from the sound of language the language you know to fix the problems he's having 当你不断的听 不断的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你会 顿悟某一个 某一个节奏 啊 OK 而且 这个节奏训练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面 也是可以区分出 谁的重音弱读是对的 或者谁的重音弱读是不对的 OK 那么你会发现 很多同学已经开始 感觉到了 哎呀 这个方法适合我 这个不适合我 老师这么说 我不懂 老师这么说 我懂 所以PT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教学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还是你 OK 你还是你 会不会说有一个方法 就是哇 这惊为天人 不可能 就好像唱歌 叫声乐的老师 他是各有各的千秋 这个老师这么叫 那个老师那么叫 但是你呢 你宁愿接触 更多的外来信息 和更多的外来方法 OK 然后呢 你会发现 啊 这个老师这么一讲 我就明白了 原来之前老师讲的 那么多东西 原来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大家在学PT口语的时候 如果说陷入瓶颈了 你的任务就是 不断的吸取新鲜的血液 而不是卡在某一个位置 死活都做不到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 第二个一个观点 就是你真正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认知到了以后 其实他背后蕴藏着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你做不到了 然后你的方法 有可能看上去特别的傻 特别的呆板 啊 但是他对某一些人 是有顿悟的感觉的 但是对某一些人呢 就说 嗯 我不懂 没有用 来再换一个试试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对的 OK吧 这跟唱歌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个同学 这个理解的给我扣个一好吗 也就是说 自己的问题 一定要非常清晰 否则练了白练 好 感谢大家啊 感谢大家 好 接下去 下一个问题 好 有这个问题的同学可以扣个一啊 就是被老师说过这个咬字模糊 然后眼睛看字根本都看不清 然后读着读着就读错 自己读错还不知道 OK 我给大家听一个声音哈 就是大家不是在讨论说 老师可不可以换something的问题吗 我换三个还是换四个 来你听一下 这个叫做一个something都没换 但错十个 OK 所以很多同学 对吧 来听听看啊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on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more than equivalent of million dollars to fix problems he was having DC generator and motors Tesla fixed Edison machine and when he asked for the money he was promised Edison something of and have to say Tesla you don't understand all America humor 你能感觉到吗 这里边这些字啊 漏读啊 或者是什么 太多太多了 OK吗 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有这个问题的东西 来再扣一扣一 我看看 读错 跟不上 半嘴 我来演示一下 大家平时在家里面 练是什么样子 大平在家里面练 一定是这样子的 来了啊 我现在练 练 read all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等会 慢一点 Tesla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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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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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受 浑身难受 不舒服 好难过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正常人 练repeat sentence的 一个样子 read all 的一个样子 OK 然后就会觉得 就是觉得 老师 我好像脑子有问题 我感觉 我感觉 我好像 还甚至于 有的同学 跟我说 老师 我说中文就这样 也就 他的意思告诉我什么 就是老师 我没救了 你别救我了 反正就差不多 就这样了 对吧 这个什么道理呢 这个什么道理呢 之前我有讲过 这个事情 但其实呢 很多同学 还并不很理解 我在经讲上 我在经讲班上面呢 尝试过无数次的 去解释这个问题 一点一点 让我开始解释通了 但是我今天呢 给大家解释一丢丢吧 解释一丢丢吧 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 依然是我经讲班上面 讲过的内容 那么我这边呢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也就是说啊 你在说话的时候 语速到底重不重要 OK 或者说应该什么样的语速 去操作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呢 很多同学呢 满心欢喜的呢 就是想把一个东西呢 读顺啊 也就是说 大家心里的目标 都是一样的 就是别卡 对吧 而且呢 卡是最明显的错误 卡是最明显的错误 所以谁都不想卡 这是肯定的 比如说你在读 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告诉你 别卡啊 别卡 你干什么东西 你都别卡 所以你刚开始读它的时候 你会怎么读 你会读 黑灰化肥 灰灰发 注意 你在读的过程当中 你会怎么样 你会去试探自己的脑子和嘴 和眼睛怎么配合的 你是去试一试自己 你再试一次 灰黑化肥 灰灰发 嗯 OK 好 那么你的心里面 是不是有咬字 这个想法 就是我把字咬得清楚一点啊 还有一个呢 我中心不要顿 所以你不会说 黑灰化肥 灰灰发 你不想 你不想卡 OK 所以呢 你会发现 连起来读 咬字越清楚 你的速度就越慢 黑灰化肥 灰灰发 yes yes 没有卡 yes 再来一次 灰黑化肥 灰灰发 yes yes 没有卡 好 这种情况下 你都不会卡顿的 然后呢 你会不会有速度 有 速度是所有东西的结果 也就是说 你咬字咬对了 并且能做到一群的分割 不卡顿 这个就是 结果呢 就会成为一个速度 好 如果说你本目倒置 把速度作为你 本身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说 你觉得理所当然 就应该读 灰黑化肥 灰灰发 我说 我说你照着我的速度读 灰黑化肥 灰灰发 上 你就会读成 灰坏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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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所有的根本 都是因为什么 都是因为 你心里面 就会有一个 语速的问题 OK 就是你一直想要读一个语速嘛 比如说你在读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Te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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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在读Tesla的时候 你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单词 不一定要读成 Tesla actually worked No 你完全可以说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OK 所以我们也有练习方法的 其实当你发现 你半嘴的时候 或者是 这个卡顿的时候 或者说单词咬不清楚 或露呲的时候 其实 你背后的问题是 假的语速在作祟 就是你以为 这个语速是对的 你以为这个语速对的 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你可以卡在一群中间 什么意思呢 就当你在 比如说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OK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OK 好 然后呢 我的要求就是 一个字都不能读错 每个字给我咬清楚 但是你可以卡死在 某一个一群的地方 OK 你卡在那没关系 但是你一张嘴 就得连起来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讲义 就特别有意思 那我们 这个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 固定的动作 要求你去做的 比如说 我给你看一下 当你看到了这个东西 这个视觉冲击呢 是非常非常 非常明显的 就比如说像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的 就是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断在任何颜色之外 但是你不能断在颜色之内 然后呢 你想好了再说 把单词说得多慢都可以 所以很多同学这样子 It seems that Language has appeared from nowhere since no other species 卡了 卡了怎么办 卡了只能一个办法 就是慢一点 没有别的办法 然后再来一次 since no other species has anything 老师 我刚刚为什么会卡 因为你把no 跳过来 no other 当然卡了 其实没有人逼你 一定要说 no other 没有人逼你 你完全可以说 since no other species 谁逼你一定要说 no other species 因为你心里面觉得 应该读成 no other species 才是流利 但其实呢 其实no other species has anything 也很流利 很多同学 对于这个速度 有一个误解 不单单是耽误 平时练read aloud 也耽误平时说英文 你以为英文是要快 才能说好 但其实忘了 快是一种熟练的体现 你很熟练的时候 自然会快 但是你不熟练的时候 稍微停顿一些些 一休练一丢丢 什么都回来了 OK 所以你的任务呢 就是一字不差的 把这个东西念下来 然后慢慢慢慢的 在这个基础上 去追赶一下 正常的语速 或者说 你认为更好的语速 然后往前走 所以一定是 把自己拉回到起跑先 就是只有单词清晰 一群完整 连读的情况下 才会有一个语速的 所谓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合不合理 是看你眼脑配合的 这个 大概率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 当你眼脑配合完以后 你自己就会发现 能够控制语速了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个 能控制语速的人 和不能控制语速的人 是哪种 所以当 不能控制语速的人 他读的东西的时候 我是随时都觉得 他会卡的 但是控制语速的人 我知道 他很娘娘腔腔的 在我下读 但我知道 他绝对不会卡 第一位同学 是这样的 不能控制语速的 这是第一位同学 第二位同学 第二位同学 他会干嘛 他养成了一个技能 叫做 他可以通过咬字 来控制他眼脑的配合 所有的东西 都是他自己配合完的结果 所以语速 虽然说别人听起来 还可以 但是我一听就知道 他在不断的 眼睛往下看 嘴做出反应 那么这两种同学 虽然说呈现出一种语速 但是他有天壤之别 能听出区别的同学 给我扣过一下 听不出的扣二 这个呢 非常的微妙 非常微妙 但是你发现那些高手们 能读的不卡的人 都是这么读的 他的单词呢 我有一个形容词 叫做错落有致 什么叫错落有致啊 不是所有的单词都长成一个样的 OK 有的同学说 有的人读成 It seems that language appeared from nowhere since no other species has anything resembling human language 这种人一定读不好的 OK 那么高手是这样读的 OK 比如说 It seems that language appeared from nowhere since no other species has anything resembling human language 你感觉到吗 他把appear和nowhere和ressembling 和anything 咬字咬到怎么样 异常的完整和异常的清晰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控制他眼睛往下看 所以你看 所有的PD的口语在讲解概念的时候 他都需要很长的铺垫 所以一下子给到你以后呢 你会发现 What OK 但是有人能接受 有的人没能接受 所以这个叫做眼脑配合 我之前也有讲过这样的一个视频 就是说 其实就是你眼睛读到 每个异群的结尾处 OK 你的眼睛就会看到下一个 比如说你看到你的nowhere 眼睛就会看到下一个 比如说 Language appeared from nowhere since no other species has anything 你每一次都在寻找什么 异群的结尾点 好 Anyway 这个概念又太大了 又太大了 那么这里面我到底想回答 那些同学什么问题呢 就是 我老是扮嘴 我老是卡怎么办 你要回到你的起跑线上 因为你有可能一开始就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这道题 你第一次扮嘴 没关系 你第二次会好一点 第五次一定不扮嘴 为什么 因为你把黑灰化肥 灰灰发这个东西念熟了 你把它念熟了 很恐怖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能处理这一个东西 你处理不了两个 处理不了三个 因为你永远没有练一个东西 叫做眼脑配合 和恰当的停顿 你变得越来越快 你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 然后你遇到新的题 就越来越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 因为你已经不习惯停顿了 这个概念 大家能理解吗 因为你已经不习惯停顿了 你已经不知道在哪停顿了 你已经不知道怎么咬字 才能让自己舒舒服的往下看 能理解吗 OK 所以很多东西 走着走着走 走到很偏的地方 然后回过头来 问我老师 我咋办啊 我说你走太远了 你回来 你回来 你不应该这么练的 谁告诉你这么练的 他说速度很重要 速度当然重要了 谁说速度不重要了 但是速度是一个结果 大家能理解 很难啊 很难对不对 所以速度是一个结果 所以从来没有人说过 PT很简单 你既然想要 踩PT的福利 大家雅思转考的同学 扣个一号码 雅思转考 就被雅思先霍霍过一遍的 然后再 现在过来再被PT霍霍的 你看 雅思转考的 雅思哪里 哪里恶心 雅思最恶心的就是 你明明做到了 考官不给你分 OK 明明做到了 考官不给你分 我明明觉得 如果说挺好的 考官就觉得 他准备的我不给 人为成分太多 太多 PT呢 你只要做到 就一定给你分 因为它是个程序 你碰到了这个音 它必须给你 你不碰到 它必须不给你 所以呢 PT呢 是一个可操作的东西 但是 但是 你既然想要拿PT的高分 这么多90分 这么多80分 你也想拿 你就得容忍 PT对于这种 发音的变态的要求 OK 这种要求是 会的人觉得不难 不会的人觉得难上天 会的人是觉得 你怎么那么 那个 我就正常读啊 我就随便读 然后 其实 只有老师才能听到说 他正常读 是因为他做到了这个 你正常读 是因为你是这样 OK 那我怎么去引导你 这个就是PT最难的部分 OK 我不知道我今天 这个 我自己准备的内容 可以回答大家 可以回答大家 多少问题 我们等会来看 我估计 有可能已经回答了 一大半了 一大半了 OK 然后我们 再到最后一个 再到一个 最后一个 那很多人 大家 大家注意力还在吗 OK 大家注意力还在的话 给我扣一波火箭 好吗 时间是有点久 如果说大家还想听的话 我就再 再继续讲下去 OK 好 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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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老同学都在 对吧 新同学 老同学 我希望你也有一些收获 好不好 好的 这个课上没讲过 对吧 这个课上是新的 是新的 好 接下去一个问题 接下去一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有这个问题 就是 自己说话觉得挺流利的 考试也考完也觉得挺流利 但是这个流利度咋就上不去呢 我发音不高 我认可 我认可 就是老师也说我中音不准 什么的 OK 但是我没卡 老师我真没卡 RA也没卡 DI也没卡 repeatency也没卡 流利度不高 而且相反还很低 气死我了 气死 OK 那我们来感受一下 就是不卡就是高分吗 卡了就是低分吗 这个问题 很值得研究啊 是不是啊 有这个问题的同学 扣个一我看看 就是对于自己的流利度很茫然 我发现我已经做到我的极点 就是我已经 你再让我不卡 对不起我做不到 好不好 再快我也做不到了 不卡 我已经 对吧 OK 好 首先第一个 这么多同学有这个问题 流利度的问题 深度迷惑 深度迷惑 哇 开玩笑 是吧 OK 是一群没滑对吗 我们聊一聊吧 这个话题很大 其实非常非常大 整个流利度这个话题很大 然后我看看能不能用简便的方法 让大家理解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先搞清楚 什么叫做卡顿 好吧 因为流利度相当严格 Hestitation叫什么 Hestitation叫做犹豫 卡顿 卡顿 那么你在哪里 卡算卡 就是在不该听的地方卡 那么有没有不该听的地方 太多了 就是modern equivalent中间 能不能断 不能 比如说 to fix the problems 能不能断 不能断 那不就是断两次吗 所以pt对于卡顿的要求啊 就是每卡一次扣一分 卡三 卡两次 就已经五分里边三分了 所以如果说你拿了60分的流利度呢 你也别太气馁 因为你每道题就卡两次 OK吧 就卡两次 这是第一个 所以很多同学以为自己没卡 但是其实是卡了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个录音 卡四次是 卡五次是什么感觉 绿色的地方是他呼吸的地方 听听看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 and motors Tesla fixed Edison's machines and when he asked for the money he was promised Edison laughed him off and he had this to say Tesla, you don't understand our American humor 卡五次 卡五次多少分 Multiple hesitation 对不起一分 严重的不连贯 英语当中有个叫做staccato 这个单词 就是字字拆开 那这样的话流利率超低 但是你要问这个同学 考试觉得卡不卡 他说老师我进去了 不卡 我说真没卡吗 不卡 OK 所以呢 Amy说的没错 第一种卡顿就是一群分错 也不知道应该停在哪 然后在不该停的地方停下来了 那么其实你以为没卡顿 但其实已经卡了 比如说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一鼓作气往下走 不停顿 那一定停错 所以停顿是在这个 PD当中的必须的东西 就是你必须停 你不停就一定会停错 因为你的眼睛看不下去的 OK吧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老师 我跟他不一样 我绝对不是 我速度很快的 好 那我们再看速度这一块 速度对于PTE里面呢 他有两个评论标准 就是如果说有合适的速度 速度还不错 三分 但是一旦出现不均匀 只有两分 OK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不均匀的速度是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下 卡三次 速度不均匀 来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Tesla fixed Edison's machines and when he asked for the money he was promised Edison laughed him off and had this to say Tesla you don't understand our American humor You don't understand our American humor 就没有连读 You don't understand our American humor You don't understand our American humor You don't understand our American humor 不管怎么慢 你都是连读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流利度绝对不会 超过六十分的 就四五十分不错了 但是是不是 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 老师我觉得我挺流利的 怎么流利度上不去 你不流利 你以为你流利 你不流利 卡三次 再加上这种停顿 那么 当然 语速过慢 停顿过多 也会导致流利度低下 这个我们会讲的 因为我一直想讲清楚 流利度跟发音之间的关系 我们永远在找平衡点 那么很多同学问我 为什么流利度高 发音低 为什么发音高 流利度低 人家说发音和流利度 都顶高了 总分低 这个各个地方 都有各个地方的问题 和解决方案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现在呢 先跟大家讲清楚 流利度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的是连读和节奏 就是你有了连读 有了节奏 你的流利度就自然 自然就非常非常好 还有很关键的 就是找到合理的断句 OK 找到合理的断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我们看看同学的问题 我一看字都都这样停下来 整场考试自己就明显卡了三四次 是完全可以规避的那种 流利度78 这种要是没卡的话 能提高多少呢 OK 问得好 就是说流利度如果说78的话 得看你口语的发音 如果说你发音高于78的话 那就是卡顿卡出来的 OK吧 那就是卡顿卡出来的 那把那个卡顿删掉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发音不到这个不是90 这俩差不多 总分84 那我们就拿Eva这个例子讲一讲 它流利度78 总分 这个发音74 总分84 说明什么题做的特别好呢 说明repeat sentence和read loud的内容特别好 什么的内容呢 就是发音很清楚 每个字都很对 但是呢 所以它的这个总分会很高 还有呢 answer short question 答对的那可不少 那有可能只错一两个吧 就答对的很多 所以这种成绩单典型的就是 两个70级总分80级 那么内容就非常非常好 那么这种流利度 就不是说卡的问题 是整个呈现的节奏的问题 OK 那么什么是卡顿呢 就是发音90流利度60 这种叫做卡顿 就是你把卡顿解决掉 和把句子连起来读 就会好一点 这个我等一会再讲好了 好吧 所以先这样子讲 如果说卡顿了三四次改掉的话呢 你的流利度 我觉得也不会提升太多太多的 因为很多同学卡了三四次 不但不但卡三次 流利度卡五六次 流利度还是90的 流利度90是可以卡顿的 因为你到处都体现出来非常好的节奏 那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改善repeat sentence的流利度和发音 有可能对你来说帮助很大 那这个就要看你的阅读是不是达标了 所以这个成绩单 也有可能是repeat sentence的问题 就比如说垮了一句 或者卡了两句 你把那一句和两句找回来 你马上就三个九十 OK吧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就如果说你有一个repeat sentence 是这么说的 The school library will be close for cleaning next week 那这样的话流利度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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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果说有三次到这题是这样子的 你内容分是得得到的 但是发音流利度就得不到了 然后你的总分就会出现 离90还差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 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 好 我要讲什么来着 我要讲 我要讲流利度 到底应该是怎么做 才是最好的 当然流利度在这边要做的好 就一定是要找到合理的停顿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要不停的话 你怎么知道 会后面会停在哪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得有一个 气群的这么一个概念 在进展办上我讲过的 就是你得一口气完成到这里 一口气完成到这里 你不要去猜在哪里会断 所以很多同学是因为气息做不到 而导致不行的 这个呢 我今天就讲一个小开头吧 就比如说第一句话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我中间是没有换气的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换气 to fix the problems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generators and motors 好 所以整个句子呢 出现了一二三 三次换气点 那么来 老师你怎么找到 这个换气点呢 我怎么找不到 我应该怎么找换气点 其实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在读东西的时候 你内心深处是不想断 就是你每一次在这边要吸一口气 然后想要一口气读完 如果说你在想 这句话断哪呢 你会想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可以吗 还是说 Tesla actually worked for Edison 我到底断在哪 所以你既然要这么想 势必会占有你非常多的心力 所以你还不如不想 就是说老娘不断了 OK 就是说 我一口气就想从Edison 读到Motors 爱咋咋地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million dollars to fix the problem he was having with his DC 我做不到 所以 你的停顿 就会变得特别自然 因为你气拥完了嘛 当你发现你的气拥完了 正好落在一个异群下面 你就会自然地找到 所有人的停顿点 但是绝对不是事先找的 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难理解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 如果说你想找停顿点 大概率就是错了 比如说 Tesla fixed Edison's machines and when he asked for the money he was promised 完蛋了 绝大多数同学应该是不想找 Tesla fixed Edison's machines and when he asked for the money he was promised Edison laughed him off and had this to say 然后你会发现 停顿都消失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气足够支撑到一个点 你就不会去想着停顿 好 那么如果说你想着停顿呢 你就根本就不会去测试 自己的呼吸 会到哪个位置 然后你读东西的时候呢 都乱了 OK 就混乱了 气息混乱 在这个整个PTE的流利度当中 占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后期训练的时候 的确是要训练 找到断矩位置的 但是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难懂 而且很多人觉得 那憋死吗 对吧 或者怎么样 其实不会的 其实不会的 而且呢 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 流利度 给你想象中 那个语速 很有可能是 不一样的 你有听过世界上 最慢的流利度 最慢的这个 流利度 就说话的语速 但是拿PTE口语 流利度90分的吗 你有见过吗 你可以去听一听 CC老师的地卷的模考 你就知道了 最慢可以慢成什么样子 OK 好 anyway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大了 所以呢 再讲下去呢 就会有点混乱 那么再总结一下 郭同学说的非常非常对 因为标点符号 就是所有停顿的痕迹 所以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把标点符号 当做是所有东西的一个 就是你的标点符号 在你的眼睛室内 是像这个心一样的 OK 就是哇 终于等到你 你知道吗 终于等到你 所以你一口气就是怎么样 直接冲着标点符号去的 所以我们断句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句末断句 就是说标点符号断句 还有一种叫句中断句 那么句末断句 标点符号断句 占所有RA的80% 也就是说 只有20%的情况下 是需要你在句中 有一个断句的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后期 有可能很多同学 在课上需要解决的 OK 每次读RA前都很着急 当次都糊了 连读也乱了 对吧 如何避免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今天就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摇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比较好 我每次读RA 一着急就读糊了 怎么办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啊 有很多 有很多跟心理层面有关的 比如说 如果说你上来 第一个语速是不对的 第二个语速也会不对 第三个语速也会不对 第四个语速不对 OK 所以你上来 Tesla 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首先第一个 找到第一个疫群结尾点 第一个 你不是有预读的吗 你先找到第一个 那我告诉你 我的第一个就是Tesla 对吧 所以你不要 Tesla actually wait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那我想好了 我就是这样三个 好 每一次在预读的结尾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测语速 什么叫测语速啊 就是试试看自己怎么才不办嘴的 最后五秒钟就开始了 Tesla actually wait for Edison Tesla actually wait for Edison OK 然后低 低一下很重要 低一下以后 空一拍 就是低 Tesla actually wait for Edison 而不要低 Tesla 你头开错了 后边就错了 所以摇的问题 其实不是说什么 是语速失控的问题 就是开头 头没入好 所以第四个 第一个单词 冷静的慢慢读 比如说 永远读 Tesla 不要读 Tesla actually 不要这样 所以 Tesla actually wait for Edison early in his career Edison offered to pay him 那这样的话 咬字 眼脑配合 就成为你后边 就像网速一样 你的网速往前 然后往后 往前往后 往前往后 然后找到那个 合理的平衡点 OK吗 好 那么 包括什么 发音时分 对吧 流利度二十三十八 这是不识别吗 这也不是不识别 我们所谓的不识别 是什么呢 我所谓的不识别 就是你本身的 英语能力 没被电脑认可 电脑觉得你根本 做不到 OK 比如说 发音时分 流利度二十分 比如说像这样 这几位同学 都是发音时分 流利度 你这么读就是时分 OK 就电脑就觉得 是什么呀 电脑是用 电脑是采集你的 重音位置和连读 去评分的 当他发现 你完全没有办法 做到的时候 就低分了 OK吧 好 这个我放在明天 再去讲好了 好不好 好 那么 今天我准备了一些内容 我不知道 能回答大家 多少问题 然后我也 努力的 想去尝试 就把这个 一点点 一点点 给大家 答出来 对吧 因为很多同学 还有很多问题呢 没有解答呢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么 我不得呢 不 因为这公开课嘛 对吧 我还是想要 跟大家推荐一下 我们的 非凡的 这个感应课 然后呢 是lockdown期间 lockdown期间 我们新开设的 然后已经运营了 第三期了 到目前为止 效果非常非常好 我自己也蛮满意的 应该有 我们有班上的同学吧 应该有没有 我不知道 我自己也蛮满意的 其实 所以 我向大家推荐 我的下周一 开课的 那么这个 这个呢 现在应该是有五位同学 然后呢 我们还有最后 最后五人 已经报名了 那我们下周一见 那么 还有五人 就发车 下周一开始的 连续两周的 口语训练 就是非常非常 价廉物美 399 非凡老生 如果说你已经上过 金奖班 然后正在备考 冲刺的 399 如果说是新生 也非常非常便宜 699 就OK了 OK 搭配一对一 效果更好 但是这个呢 第一个 为什么好 它课时够 因为它有20个小时 所以基本上呢 你每天都会练 我每天都会布置作业 然后每天呢 都会 有很多的这种练习方法 而且 有大量的 repeat sentence的练习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不是美金 这是澳币 澳币 然后是乘以五 如果人民币的话 人民币的话 乘以五 OK 然后 因为是个小班 所以我每一天 每一天都会 有这个 就是每一个人 我都非常清楚 谁是什么问题 然后改没改进 到最后呢 我会给大家 做C卷的模考 然后一对一的 去给你分析 说那你应该会怎么办 那么 如果说你是考前冲刺 非常非常好 就是 现在有可能 也lock down 不能考 对吧 然后你发现 口语也是有瓶颈 然后也不知道 后面会发生什么情况 那么 这个 OK 然后 如果说你是 一直 很难 就在别的地方 也上过课 然后口语一直不过 但是如果说 要上一对一的话呢 就会发现 就是有点 有点太多了 然后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课 也非常非常适合你 那如果说 你现在是一对一的 正在上一对一 但是发现了 老师 没有办法带着你练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为了把这个课时 把它挤满 上这个课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考前评测 冲刺和稳定 我觉得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 只有一个星期考试了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呀 如果说你觉得 下次能过的 就可以 那如果说你觉得 下次考试 如果说能看到进步 就最好 然后我的目标是 下下下场 那我觉得也可以 也可以 那如果说 五个人爆满 就还剩五个人吧 还是五个人吧 看看大家 看看能不能帮助到大家 如果 适合所有的 分数段的 如果说你的目标分是 79 和你目标分是50 都非常适合 都非常适合 都很适合 然后我会 我会有很多的 这个 相对 相对应的练习方法 给到大家 这个 这个蛮重要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这个讲义 这是当时我们设计的 一个新就证券 在 我们会把所有东西 从头捋到尾 从头捋到尾 从 最基本的咬字 从最基本的咬字开始 OK 那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新就证券 所以 这八个问题 都会在这里面得到解决 我们从咬字开始练 然后一直练到这个 中弱毒 然后练 疫情分割 串联 然后怎么分起来 怎么联起来 然后 气群怎么去换 然后哪些是节奏群 那么断句怎么找 然后怎么去拆解一个练习 节奏感是什么 如何用母语去影响自己 然后再加上 repeat sentence的 所有的方法 分难度练习 然后 这个练习方法 回顾和复盘 所有的这个东西 包括DI DI就是会稍微少一点 但是绝大部分就是 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落在了 repeat sentence上面 repeat sentence是我们 教员的核心 所以我们也是花了 大量的精力 去把repeat sentence 做一个完整的训练 这样子 就不是讲道理 就讲什么法则 什么法则 练去吧 没有用 我们要落在实处 然后观察 每个同学的问题 就是这种题 你答完以后是这样子的 你为什么答完以后 是这样子的 你为什么不那么答 搞清楚 OK 这个课呢 会有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直接找到我们的 这个课程顾问 课程顾问 就可以 这个 就可以报这个课了 我把它发在我们的 这个 发在我们的群里面 如果说大家觉得 有用的话呢 我们就课上见 我们就课上见 那么我承诺大家 明天 我们会把这些问题 拿出来 再拔开了 揉碎了 而且 我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 在repeat sentence 稍微重视一下 read out固然重要 但是repeat sentence 其实它本来就分支最大 但是read out 它就是一个 发音上面的一个 一个基准 所以会 会蛮重要的 anyway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 我们的 看到过 别人的 这个问题 被解决以后 我们develop出来的idea 而不是说 就这么 就空想 我就觉得就应该这样 没有 包括明天我会讲 something能不能替换的问题 全网都在说 我们做过教研了 做过测试了 不能换 对吧 你怎么还让人换 这个我会用更严谨的方式 讲给大家听 然后能不能换 你自己做考量 OK 你自己做考量 好吧 行 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中国区的pt的vulture 我们今天晚上是全网最低价 就是15多少 我忘了 OK 但是就是你能淘宝上能收到的最低价 OK 就是如果说你后期要考试的 找我们买的时候呢 我们会送一个pt的一个ptgo的一个一个月的会员 我明天也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如何去使用ptgo去 去帮助你学习 帮助你学习 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有各个时间段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是早上 这个是早上11点的 我也会开晚课 具体你咨询你的这个课程顾问 你问他有没有晚上的课 也有的 也有的 各个时间段都有的 好不好 各个时间段都有的 好的 今天最后还留下来八二八位同学 听我巴达巴达到现在讲到现在 对吧 很给面子 没有没有就是疯狂的这个下线 感谢大家听到最后 希望今天两个小时呢 没有耽误大家的时间 噼里啪啦一顿一顿喷对吧 有一点点帮助也是好的嘛 对吧 一点点也是好的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很很大 很空 有的同学听完以后呢 觉得这个没用 你也很正常 也很正常 我们尽力 我们尽力 有时间呢 再跟大家慢慢聊啊 毕竟这一个课程就得二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就是像这样 今天这样得十天 才能把口语呢 一点点讲完 或者说一点点改完 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好吧 行 谢谢大家对于新老学生 对于非凡的支持 如果说你信任我们的话呢 欢迎你参加我们这个课程 其实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便宜 就跟你考试比起来 也就是一场考试的价钱 对吧 所以 何不好好准备好以后再进考场呢 那你觉得呢 嗯 行 那我们今天到这了 好的Andy 找到你的顾问好吗 找到你的顾问 要买Vulture 要那个 找到顾问 然后我们 明天晚上再见了 好不好 OK 那没关系 你找我 你找我来 你找我 你找我 我们 dort 再见